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1月15日星期五早早的第一節 先講下有關於本港的消息 美國銀行昨天發表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對於未來五年香港的資金外流情況作出了一個預測 這份報告就提到英國將會成為其中一個香港人移民的熱門目的地 而在未來五年這份報告就預測 合共將會有5,880億港元是會從香港外流出去的 到底這個數字對於香港會產生多大的衝擊呢 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講一下這份報告究竟詳細內容是怎樣的 這份報告就估算在今年移民離開香港的人 所出售的物業和帶走的積蓄 將會造成多達2,800億港元的資金流出 正在講今年 至於在五年之內 合共就會有多達5,880億港元的資金流出 這個數字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 他就以每一名離港者都會出售一個價值753萬的物業 以及將所有的強積金拿走之後 是推算出來的 當然這個估算數字是否準確呢 其實也是值得相確的 因為他就是以每一名離港者都會出售一個753萬元的物業 作出一個推算 當然大家都會知道 首先不是每一個離開香港的人都會擁有物業 很多人比如他說是住在公共房屋的 或者他是租屋的 他已經是沒有物業了 他又說假設物業是價值753萬 就算是有學階層 他那層樓也未必值這麼多 750萬 當然他計算這條數出來 是不是預估著 有些很有錢的人拉高了那條數呢 如果是的話 這條數也可能會準確 同時在這份報告還提到一件事 就說 預料移民的人數就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 就持續減少的 最終引發的資金外流影響 就將會逐漸減退 那就是說 預測第一年就是走資最多 那他那條數也是這樣計的 第一年就預計他走2800億 五年合計就是5880億 就是第一年走得最多 然後就逐年這樣降下去 那其實這個都會是 合乎一個理性的期望 那事實上 香港的移民潮 現在可以說是蓄勢待發 主要就有兩個推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是 香港現在持續出現著 一種政治低氣壓 令到一些 即使他不是在政治上活躍的普通市民 都會感受到一種很大的壓迫 甚至乎是一種政治窄息的狀態 很想逃離這個地方 不想見到這樣的消息 比如說昨天這樣 即是連屆七字頭的同宿 他都被人抓了 那就肯定會令到很多市民 他可能會感到憤慨 感到不安 或者是會質疑 到底這個地方 還是不是適合繼續居住下去呢 好了 至於特區政府 現在似乎就開始推展一些措施出來 目前僅限於公務員 公務員就需要宣誓 其實這些宣誓背後是有成本的 第一就是 那個宣誓人是不能夠違反誓詞 在往後的日子當中 他就是要非常謹言慎行 他就不敢超越雷池半步 否則被人說他違反誓言 有一個後果要承擔 這個是必然的了 第二就是 到底外國政府怎麼看這些宣誓呢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按照說 外國政府就不會公開地走出來跟人說 不當這個宣誓是一回事的 因為宣誓這件事本身是非常莊嚴的 大家比如說入籍外國的時候 都要經過一個宣誓的儀式 沒有理由宣誓就當作吃生菜 所以當這些措施陸續推出的時候 肯定有些人就會有一個抉擇 到底是宣誓好 還是保留5加1的移民途徑好呢 當然不單是5加1 他可以移民去其他國家 好了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開始討論雙重國籍的問題 這件事就結了 如果到時要在BNO和特區護照之間2-1的時候 就要逼著很多人來作出一個兩難的抉擇 好了這些其實都是推因素來的 就是推一部分的人離開香港移民去英國 第二件事就是 疫苗就開始大規模接種 到底成效是怎樣呢 照計是會理想的 因為暫時都聽不到什麼負面因素 尤其是英國那方面 當疫情慢慢開始減緩的時候 移民的步伐肯定就會加快了 如果大家有聽過陰謀論所說 其實這隻武肺搞出來 無非就是要拘捕特朗普下台 如果已經叫做大功告成的時候 這隻武肺是否會隨之而慢慢消散 甚至出現泡沫化的情況 大家觀察下去就會知道 好了 移民潮就蓄勢待發了 這份報告就提到 五千八百八十億將會從香港外流出去 即是在下五年之內 那這會對於香港有什麼影響呢 這份報告其實也有約了提及到 就說資金外流將會導致港元兌美元 在偏離7.75的強方兌換保證 但是在這個低息的環境下 就不會對本港的利率市場帶來影響 實際你說五千八百八十億 那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站在政權的眼中來看 最好一元也不要流走 對不對 一元也肯定說要嫌多 那麼問題就是五千八百八十億 是不是就是說很多很多呢 我們又可以看看一個數據 根據金管局公佈的數字顯示 在去年的十一月 香港整體存款金額 單月大減了一萬零七百億港元 即是佔了整體的百分之六點八 這個數字當然就是很誇張 我其實也有說過 主要來說就是跟螞蟻 即是退回營購資金的人 走一些熱錢出去都是有關的 那麼當然一萬億就不全然是螞蟻的集資額 但是一個月都可以走成萬億的時候 你說五年之內會走五千八百八十億 那麼數字上面就不算多得很厲害 那麼問題就是 現在拜登就準備上台 他和他所提名的那位國務卿人選布林肯 都已經是三番四次這樣說過 就說要將對華的外交路線 重返到奧巴馬那個年代 那就是說一定會比起特朗普的時候軟弱 是不是 那麼當然你看見拜登這個老柴的食埋偉哥都硬不起來 肯定就是會比較軟弱的了 好了他一軟弱的時候 那麼可能很多措施原本是在實施的 拜登上台就會推翻了 其中一件事最牽涉到香港的是什麼呢 就是金融脫歐的問題 如果拜登是要減慢這個金融脫歐的部分 甚至乎是會暫停的 或者叫做取消了他 不要搞金融脫歐了 大家賺錢發大財的時候 對於香港的經濟情況來說 多多少少都會帶來一定的積極作用 再加上拜登可能會在其他方面對話鬆綁 那所以你說香港今年的經濟 還會不會比去年還差呢 看怕如果拜登這麼軟弱的時候 就應該不會了 那當然你說拜登上台之後 他會很強硬 強硬過特朗普 那麼這些觀察都有這個情況出現才說 如果不是等同有些人 天天在吹噓說快世界末日 或者穩石撞地球 沒有分別的 機率有多大才可以的 好了 那說到這個移民賣樓那件事 這份美銀的報告就說 預計每一個人會出售一個價值753萬的物業 這個數字我就有多少質疑 那就是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怎樣呢 那有超過六成的業主 其實他那層私樓就沒有做任何的按揭 那換言之這班業主就沒有任何的供樓壓力了 他喜歡早賣又可以 遲賣又可以 除非他說真的很等錢用 等著賣了一層樓來移民 否則他就沒有任何的賣樓壓力 那另外這個特區政府在2019年的時候 就放寬了這個首置的按揭上限 那首置人士他買800萬或者以下的私樓 就可以成造最高九成的按揭 那這個就釋放了一定的購買力出來 也都反映了在去年的二手市場那裡 那到底那個樓市會不會出現大跌的情況呢 我的看法就不會大跌的 那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始終來講 無論根據任何一個數據都好 選擇離開香港的人 大概都是說 最多的那些估算 都是三幾十萬而已 就不會說走近一大半人的 那所以呢 跌了心水已經說要留在香港 繼續發展他的事業那班人當中 那他那個置業的剛性需求 仍然都是存在的 那所以你說會不會大跌呢 我看就應該是不會大跌了 而且那些準備賣樓移民要走的香港人 那更加不要看樓市跌 你看看他反而是升上去 你升上去的時候 你賣樓走人你就多了 那就是夠錢 對不對 那我所觀察到那些移民人士的情況是怎樣 那有些人他就純粹只有一層自住樓 那如果他移民的話 多數都會把那層自住樓都賣起來了 那套現了一筆錢出來 就去英國那裏租樓啊 買樓啊 或者是做生活費啊 那至於有多過一層樓那些人 那有部份就是選擇賣光它 乾手正腳一了百了 免得去到英國的時候 才慢慢再賣呢 就要給那個叫做 資產增值稅 capital gain tax 這樣就叫做 被人搖一筆的 那有些人就選擇賣光它 放了那些貨 他就叫做走住先 觀望下 都大有人在的 即是多過一層樓那些的中產 那他們怎樣呢 就起碼來講 賣剩一筆樓 那到時有得騎場 如果到其時去到英國那邊 發展得不太如意的時候 這班人都還有一條後路 留給自己 將來可以回來有個鬥口 我知道有些人都是這樣的 那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真的這麼幸運 在香港不單止是擁有一層樓 是擁有多過一層的時候 那如果你又不是說 太過悲觀太過絕望 你不要相信那些KOL說 包括你不要相信我 相信你自己的腦的分析 如果你每一堆說 香港就變成東柏林 變成新疆 你賣光它就馬上離開 如果不是 就留一條路給自己走 對不對 你賣光它的時候 五年之後 真的沒有人敢包什麼世界 因為現在拜登上台 他如果鬆綁得很厲害的時候 我就看不到 為什麼香港的樓市會倒閉 到媽媽都不認得 當然 說這件事情出來 大家都很高興 樓市終於倒閉了 但是在現實當中 會不會真的這樣發生呢 如果不會的時候 你能否承擔得到 那個心理的落差呢 到時候你不能扔掉 是不是 你賣光所有東西的時候 所以所有東西 凡真牽涉到自己的核心利益 就要停一停 想一想 想真點 理性點 不要聽任何人說 相信你自己 對不對 因為你自己決定的時候 無論這個決定 對與錯都好 你自己都要承擔責任 如果你誤信了某些KOL說的時候 難道五年之後 那個樓市大升 你問他追討的損失嗎 沒有可能 對不對 還有一件事 如果想著 在香港繼續發展事業的人 而又有一個 事業需求 我也建議 叫做再坐一回 你就不要這麼急於買 因為你預計得到 喂 都準備是有一幫人 他要賣樓移民的時候 那到時候 就有得撿平貨 如果一個人 真的很急於要賣樓移民 走人的時候 那他肯定就是 鑑便鑑賤都很想 訂貨走人 那到時候 大家就看看有沒有這些 的損盤 根據英國內政部的 預測就說 今年就將會有 十五萬三千三百個香港人 就移民去英國的 如果當中一半人 就是有樓階層 一半都猜多了 大概四分一 因為一個家庭 就是四個人 大概 你當四分一人 那裡已經是 有幾萬個單位了 所以 如果這個 預測是正確的話 其實今年的二手市場 那個供應 應該比去年還會增加多了 就是不仇 沒有損盤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再坐一回 更何況 1月31日 就接受5加1的申請 當然 申請是須時的 那段時間 其實業主還要在香港居住 可能等到簽證批給了 以後才放盤 最好就是這樣 大家就可以去收拾 好了 至於說 準備賣樓移民走的人 又怎樣 其實最好 你就在看時間 來放盤 希望不會出現 所謂人踩人的現象 應該不會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當盤原供應增加的時候 價錢方面 肯定就是會頑皮 不過 如果你那層樓 都已經買了好一段時間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說會蝕 對不對 只不過 叫賺少了 那就是不要太介懷了 這些東西 有得賺就算了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